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輔每日一字 這個潘字 好 那 疲劃非常多 而且變化也蠻多種的 我們先看凱書 所以這個不要寫太大 中間是兩個叉叉 有邊在一個木 好 這裡用點的就好了 因為再來這裡有一個長筆畫 長納 好 這裡 再來這個手 擺在裡面 然後注意這個長度 這樣寫起來要穩定 很重要 再來我們看一下行書 行書呢 這裡面呢 會稍微省略 流暢一點 會把它變成 這樣 這種寫法 就變 叉叉這裡就直接帶下來 再來一個木 帶筆過來 然後手呢 就變成連貫的寫法 這樣子 好 再來呢 就張孟輔這種寫法 他把這個手變成 這個省略 我們來看他的寫法 好 這邊寫成類似一個系一樣的系 然後一個 右邊再一個木 勾起來長撇一個點 橫畫中輕重 輕重輕 這裡 這樣重一點 然後這裡只變成 兩橫一束 這樣 這攀子 找到我們的攀 那更省力一點呢 就開始做連筆 但是呢 一般都會恢復到寫這個手字 底下一般 這種比較少 還是會恢復到這樣的寫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連筆更多的 已經有點比較 場書了 可以看到這一連筆 帶過來 注意看這邊 整個都連貫 好 最重要的這裡 接過來直接接手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裡這種寫法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繼續發展下去呢 有更多 右邊這個木 注意在上面的筆法不太一樣 然後也做一些省略 來看一下這裡 這樣 好 這邊呢 也是有這個動作 但是 到最後這個會省略掉 來看這裡 好 就這邊 這一個 不上去了 就省略直接 寫這個 左右兩撇就好了 手還是要保持 那漸漸的這樣 已經有點不好辨認 因為木變成一個胳部 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然後甚至呢 還是有人變得更簡單一點 就是把中間 那個不要了 直接寫成一個歌 好 那這裡呢 彎過來 當然有人 會再上去一下 再下來 也是有的 或者是像剛剛這樣 也可以 可是這樣子 變得像真的 越來越難的 這要講成這個盤子 大概沒幾個可以猜得出來 所以大家在 考慮使用 這不是 很常用到的 齁